《平生勇猛》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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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滄海, 你我在武林齊名 我敬重你是一名好漢 所以不想在你身上容刑 如果你再執迷不悟 就別怪我手下無情 我進來這裡 早將生死至諸道 又何在乎一點痛苦 我只求一死 你休想圖謀復辟, 混帳 未見棺材你五流淚 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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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打 打 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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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李公公 好 紀青雲 你最近做事令我很失望 我孤念你加入藍都會之後 出了一點力 所以就給你一個機會大罪立功 謝謝公公不罪之恩 公公, 你這次叫我來 不知道有甚麼吩咐呢 我紀青雲就算赴湯道火 一定不負你所託 好 好 我想派你去山東濟南一次 難道姜鐵山又在山東搞甚麼事 不是 我接到一個消息 說有一個東洋人去了山東濟南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山本次郎 武術非常高 好, 現在我們藍都會就是用人之際 如果你能夠說服他加入我們會 對於將來做事是大有幫助的 不知道公公想我怎麼做呢 山本這個人是最深於武術 他來中國無非是挑戰武林高手 好, 你說出我的名字 他一定會找我 過幾天我也會去上海 你就約他在上海見我就行了 是 還有, 你在山東做完事之後 不需要回來廣州 在上海等我 我們藍都會也會移私上海 是 是, 不知道公公要我甚麼時候起程 馬上起程 是 你最近有頭暈了嗎?有沒有吐? 有時候呢 恭喜你, 紀太太, 你有了起 有了? 是, 這麼大件事我怎麼騙你呢? 對了, 紀太太 你身體虛弱要多點休息 最好叫紀先生多點陪你才行 待會兒洗人就來我那裡 開兩劑藥給你喝喝 再過兩三天我就來看看你 就這樣吧, 紀太太 我先走了 謝謝你 紀太太 醫生 看醫生, 不舒服嗎? 清雲 你又要出門了? 是 我有點事想跟你說 有甚麼事就等我回來再說 我趕著去起程 這裡把銀票留給你的 你以保重 清雲, 我真的有事跟你說 請 請 林兄 你嗎?清雲, 坐吧 謝謝 你還在廣州?你不是去了濟南嗎? 我來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甚麼事? 自從姚立宗走掉之後 李公公怪罪於我們 現在還派我去濟南辦事 我怕我辦完事回來 安德的勢力已經威脅到我們 不會吧? 李公公剛剛收了你為徒 安德這個小人 趁我不在這裡 他一定會重傷我們 所以我要趁現在先下手為強 最怕夜長夢多 你想殺了他? 是嗎? 沒錯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林兄, 最怕我們不殺安德 安德會殺我們 你想想, 安德這個老狐狸 甚麼都敢做得出來 你不用考慮這麼多了 總之我去火車站轉一轉 炸底上火車 今晚你考慮清楚之後 去南下九路找我 到時候我們再決定實實安德 好 李公公派紀青雲去濟南 究竟甚麼事? 我看會有特別的任務 沒錯, 姚立宗走掉這件事 但是公公也沒有怪責他 可見公公還是信任他的 他在濟南任務回來之後 豈不是在南都會的地位更加鞏固 既然你公公這麼信任他 為甚麼他不在他的身邊 你想得太簡單了 他上濟南這件事 李公公也不告訴我們 可見這件任務是多重大 好,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不如我去殺了他 李公公說了我的心事 我就是想這樣做 那我現在派進去 告知, 別走 那我去不行 紀青雲的武功過不高 很難對付 萬一失手豈不是打草驚蛇? 等我從濟南回來 一定會告訴李公公 到時候你和我都不行 可惜林若飛又在他那邊 公公, 你放心吧 林若飛跟我們共事這麼多年 讓我去勸一下他 好, 你儘管去試試 如果他肯答應的話 我們依計行事 好, 我現在去 玉飛, 為我們在藍都會 共事這麼多年 大家乾杯 好, 乾杯 好, 乾杯 高超兄 我看你今天約我來 不只是喝杯酒那麼簡單 沒錯, 因為我奉了安公公的命令 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安公公? 安公公有甚麼吩咐的 可以直接跟我說 又何必勞到高超兄來呢? 玉飛, 以我們這麼多年的感情 我希望你跟我說一句真心話 你怎麼這麼說? 沒錯, 我想問你 你是不是站在紀青雲那邊呢? 我最近比較和紀青雲多談幾句 高超兄, 你想到哪裡去了? 那就最好了 我還以為你 因為李公公收了紀青雲做徒弟 你就趨然扶勢 怎麼會呢? 紀青雲, 他加入南都會有多久 李公公居然這麼看得起他 還派他去濟南還有秘密任務 將來他回來 你說我們哪有地方站呢? 那安公公的意思 這次紀青雲單獨上路 安公公想你和我 偷著他去到半路送他上西天 那你意思怎麼樣? 不行, 不可以這麼做 為甚麼? 因為紀青雲, 畢竟是南都會的人 如果他這件事被安公公知道 一定會責怪我們 我絕對不可以這麼做 難道你看著紀青雲押著我們嗎? 高超兄, 我們身為南都會的人 只要我們安守本分 理得他安公公也好, 紀青雲也好 我們始終都是人家的下屬 那… 高超兄, 我有事先走了 告辭 好 好 不錯, 我早已說過 安德一定會自我死地 好 那從今天開始你就要小心一點 他們要下手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倒是 如果他們沒有我幫忙 我看下手也挺困難的 若非, 我看你不要再任了 如果我們不按進口 不是他們死就是我們 好 怎麼樣? 好 安公公, 高超怎麼樣? 林若非不肯跟我們合作 豈有此理, 我跟他一場兄弟 我怕他會把這件事說給李公公聽 我看他不會這麼笨 萬一真的說給李公公聽 他抓不到他們下水 或許會浸到自己 如果紀青雲回來 林若非把這件事說給他聽 那時候他們兩個聯手來對付我們 那又怎麼樣? 我就是怕他們兩個聯手對付我 我看, 趁他們兩個還沒聯手之前 我們把他們逐一擊破 沒用了, 高超 我們人手不夠 如果洪泰回來幫我守就好 不過可惜都不知道去哪裡找他 你想找洪泰, 一定要找到阿花 高超, 那你馬上把洪泰去找洪泰回來 知道 阿飛, 你進來幹甚麼? 走… 走… 誰呀?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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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哥 怎麼樣?有沒有事? 沒事 好, 兩位, 想吃甚麼? 給我兩碗麵, 我可以 好… 安德這隻老狐狸 這次不死, 算他好錯 我們這次最怕就是一件事 如果這件事被李公公知道 我們的首尾還有很長 你放心吧, 若非 李公公已經知道我上了路 我有不在場的證據 只要你不說 他一定不會懷疑我的 是呀, 如果有甚麼事 我可以做你證人 殺不了安德, 也不是很重要 最主要我們要爭取李公公對我們的信任 是呀, 清雲, 那你盡快離開這裡 要不是, 讓李公公知道你還沒走 我們首尾更長 那我不成面了 這裡一切都拜託你 我先走了, 請 甚麼事? 昨晚有人想行刺我 幸好高超及時趕到我才沒事 那你抓到兇手沒有? 我進去的時候, 兇手剛剛想走 後來我趕出去找不到他 誰這麼大膽行刺你 李公公, 我在藍都會一向做事 都是大功無私的 但這幾天我發覺紀青雲好像不服我 青雲? 是 我已經派他山東做事 應該離開廣州了 叫林玉妃來 是 是 李公公, 有甚麼吩咐? 紀青雲是甚麼時候起程? 青雲? 青雲在昨晚六點上火車 是我親自送他的 青雲 青雲, 你在想甚麼? 誰呢?沒有約 剛回到家, 你就這麼悶悶不樂的 不然媽媽陪你吐的飯飯先 不用了, 我沒甚麼事 你別這樣, 把東西都炸爛了 媽, 外面有甚麼事, 去看看 走 叫姜鐵山出來 我老爺不在, 你有甚麼事慢慢說 姜鐵山是縮頭烏龜的 躲在裡面幹甚麼?我們去找他 你們不能在這裡 你怎麼說? 想不到姜鐵山這個老烏龜不敢出來 只剩下阿龜婆和阿龜女出來 別吹我聲音 你們姓姜真是不容易 還有臉回來山東 阿龜, 山東是我們的家鄉 為甚麼不回答? 你們早就在佛山院 丟在山東人的臉 我先生說這件事已經不管了 你們還到這兒來鬧甚麼事? 谷先生說不理而已, 我們理 那你真是有心來搞事 告訴你們, 姜家不是你們搞事的地方 姜營 阿龜, 阿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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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姜鐵山 如果三天之內還不離開濟南 我們就剷平你們姜家, 走 小姐, 奶奶, 你們沒事吧? 爹呢? 我現在回來就出去找朋友 可能跟張大爺、蔡大爺出去喝酒 如果爹在這裡就不會弄成這樣 阿英, 這幾個人來搗亂 不是那麼簡單的 老爺 爹 陰謀, 有甚麼陰謀? 我看他不知好歹是真的 爹, 你想想 這群人這麼來搗亂 我想在後面一定有人搶妖 搶妖… 不過先生也說過不理這件事了 搶妖, 不會的 鐵山, 不管怎麼樣 在沒有查明真相之前 我們還是要忍耐一下吧 還要忍? 我站在他們搗亂成這樣, 還要面子 忍, 我去教訓他們 鐵山, 不要去了 不要去 鐵山, 要去你就去 你回來是再也見不到我和文英的了 我… 你把年紀的人了 遇見事情也不好好地想一想 總是打呀、打呀、打 今天他們是有陰謀的 你就不能忍一下嗎? 忍啊、忍啊 你們這次做得非常好 紀先生你吩咐的事, 我們一定煩惱 好…我們乾杯 好…來, 乾杯 乾杯… 紀先生 最好在李先生面前跟我們說兩句好話 這層當然了 這次姜鐵山在佛山破壞我們藍刀會 你們能夠給他一個下馬威 你們做得非常好 對了, 你說姜鐵山會不會來找我們麻煩呢 你放心 如果他來了 我們用對付用吳滄海的手段來對付他 一定死定了 是嗎? 如果你們能夠殺到姜鐵山的話 李先生一定很想認識你們 好… 對了, 紀先生 不知道李先生有甚麼吩咐我們要做呢 是呀 李先生叫我這次來 希望你們能夠跟他找一個人 他是一個東洋人, 名字叫山本 山本… 李先生接到的消息說他將會來這裡 挑戰姜鐵山 如果你有他的消息, 馬上通知我 行, 你的事一定辦得到 對了, 紀先生 你一場來到這裡, 就在這裡住一下 好過在客棧裡住那麼多, 是嗎? 如果有甚麼消息的話 我們通知你也方便一點 是呀, 在這裡住幾天 是呀 這樣也好, 我們別說那麼多, 乾杯 乾杯… 乾杯… 爹… 媽, 爹會不會找四父呢? 可能會的, 維英 我們快點找你爹 你這幾尺老虎出來 還有一個甜蜜虎呢? 他不在這裡 有甚麼事的, 跟我們說得一樣 你們這幾尺老虎不在家裡嗎? 來這裡幹甚麼? 我來幹甚麼? 我來教你們幾個小子 叫你們不要磨蹤無人 姜, 姜鐵山 我們這樣做, 只是想你好 你在佛山丟灑我們北方人的面子 如果我是你, 就不會回來這裡 我勸你還是快點走吧 你們這樣做, 究竟是誰死的? 這件事你不要管 我們還是北方武林的一份子 我們不希望見到你 就想起我們山東人的恥獄 好, 就憑你們三個 沒錯 那你先打贏我 叫我小子 走 走 高利哥, 山老城 高利哥, 不好了, 高利哥 我不對, 我才坐在練上去 輸了就跪下求佑 你, 你真丟人 好…起來… 你…你卑鄙 你甚麼人 山本賊 我來這裡就是想義武會有 連這間武館也算是有點名字 想不到會做出這麼卑鄙的手段 你不配跟我打? 爹… 爹 你們先走 不關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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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彥… 爹 爹, 爹, 走 快走… 快走… 走… 你們三個虎個算不算公平 老兄 老兄 老兄, 你在做教練嗎? 不做也做了 大家都是江湖中人 我不想跟你結怨 這件事就這樣算了 快走 大叔, 請問你知不知道有位姜鐵山師傅 剛才從標局出來 她的女兒和老婆扶著她 雙手出來的那個就是她 你知不知道他們住在哪兒 從這裡直去, 轉彎 就看到那間威厭標局那兒就是了 江大爺, 他傷口中毒 幸好及辭救了 要不是毒氣功心 沒得救 河北四府用毒傷人 實在太卑鄙了 不過, 江大爺吃了我的藥之後 已經把體裡的毒素全部控制了 不過, 時間沒那麼快 能夠清除毒素的 大夫, 那怎麼辦? 夫人, 你放心 江大爺只要休息一段時期 繼續吃藥 因為中和體裡的毒素慢慢就沒事了 不過, 最重要是要記住 因為江大爺 他所種的毒都集中在左手上 所以休養期間 千萬不要讓他去左手 發力和容勁 否則左手就消失了 對了, 我先走了 好 真是豈有此理 河北四府用毒傷人 實在不說江湖道義 我們山東武林竟然出了這個敗類 我們去找福先生評下你 沒用的 福先生說過不載你江湖的是非 幾位 這位是... 小兄弟, 請坐 小兄弟, 請坐 是否請教這位兄弟尊姓大名 在下是山本廁 請坐 山本先生, 這次多謝你了 小兄弟, 姜先生的傷痕好一點了 沒事了 不知道姜先生他何時可以跟人比試 甚麼?有人想跟我總標頭比武? 是 是我 原來你也是這樣的人嗎? 山本先生, 你跟鐵山有仇? 沒有 我從東陽遠到來到中國 就是想跟中國的武林高手 來一個比試 大家論下武功 你們中國人在江湖上流行一句話 南滄海北鐵山, 一樂傾天絕世間 我這次專誠拜訪姜先生他 我認識他, 但很可惜他受了傷 七天時間,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養好傷 到時候我想跟他來一次比試 你分明是成人之危 如果我是成人之危的話 我根本不需要給他時間養傷 豈有此理, 你這個東陽人 分明是來搞事 我來中國就是想跟武林高手比試 誰和我比試, 我也歡迎 首先要問問士忌, 夠不夠資格 你真是大言不愁 阿姨 幹甚麼?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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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先生 你是哪位? 在下是三本寺落 好 是專程向你挑戰的 好 好 的確是快人快愈 好 七天後, 等你養好傷 我們就在西陀山見面 好, 我答應你 再見 爹, 你為甚麼要答應他? 我沒事的, 沒事的 爹, 你先休息一下 沒事, 七天之後 好 快點, 老三等著我們 快點 又是你 姜鐵山和你們有甚麼姻緣 你用這麼卑鄙的手段打傷他 這些是我們北方武術界的恩怨 不關你的事 你們的事我不管 在七天之內 我不准你們去騷擾他 等我跟他比試完之後 你們才去解決你們自己的事 挑戰? 你早點說吧 原來大家常誤會 我還以為你是這次生日的朋友 對了, 請問高姓大名 三本次 三本先生 不如我們喝杯酒再談 是呀, 去吧 請 沒事的, 你放心 姜大爺因為一時激氣 所以才會毒發 我現在開一張藥荒給你 你去收拾他回來 用燒酒煎一碗 讓他喝了就沒事了 謝謝大夫 對了, 這兩天千萬不要 讓姜大爺做City的勞動 要不然他左手就沒有了 好, 謝謝你, 大夫請了 好 媽媽, 一天都是最壞的東洋人 要不然爹就會毒發 那個東洋人總算是救了你爹 對咱媽還是有恩的 還說有恩, 他要跟爹比武 阿嬤, 去買點藥 順便打一兩高粱酒 好給你爹煎藥用, 去吧 老先生, 我敬你一杯 將你跟金鐵山比試, 奇開得盛 喝… 老闆, 給很漂亮的手 好 你說如果這次能打贏他 那可以幫我們出口氣了 是呀, 救命 我挑戰姜鐵山比試武功 只不過是分個高低 並不是要跟誰出氣 其實姜鐵山的奪命所喉槍 已經威脅北方很久了 不知道山本先生你的武功 可以抵擋了多少招 還有呀, 他的敵勝鎖喉槍 就是敵敵敵鎖喉 好, 走 好 山本先生, 我有些話要跟你說 好, 我想你不要跟我爹比武 你是不是怕七天時間 你爹還沒養好傷 要是的話, 我可以等他一個月 不是時間問題 我只想你不要跟我爹比武 不可以 你一定要跟我爹比武 你這樣做是為了出名還是為了錢 甚麼都不是 我是要引證我自己的武功 把我自己的武術提高到最高的境界 你爹是武林高手 所以我一定要跟他比拼 我爹不會跟你打的 如果他是武林之人 他一定不會放棄這次的機會 如果真的要打 任何一方面都會受傷 我明白你的心意 可是比武練功 受傷是在所難免 就算哪一方面輸了 只願自己學禮不正 我跟你爹比試 就算我死在他手上 我也死意無緣 如果你真的要打的 好, 我代爹跟你打 我不會跟女人比試 爹, 你現在的傷 起碼要休息一頭半個月才行 七天後你怎麼跟那個東洋人比武 怕甚麼?你爹身體好 那些皮外傷 醫生說得多得出來了, 怕甚麼? 我真的不明白, 這麼多人向你挑戰 尤其是那個東洋人 這麼遠特地來到要跟爹比武 維英, 南岑海北鐵山 你爹在江湖上聖名 所以樹大招風 原來這樣 難怪那個東洋人要跟爹比武 阿英, 你知道嗎 現在江湖上很多年輕人都要跟我比武 沒有, 他的目的就是想打贏我 這樣他們就會一舉勝利 鐵山, 聽我勸 自古英雄出少年 武功遲早是年輕人的天下 你還爭甚麼呢? 我爭?我爭沒有? 人家找我比武 我怎麼跟你講你都不明白 你總是不聽我聽 真是 爹, 你要不要跟東洋人比武 為甚麼不比? 說出的, 怎麼可以反口呢? 比… 山本這次來挑戰江鐵山 到時一定有一場很精彩的龍爭虎鬥 不知道山本的武功高 還是江鐵山的武功好呢? 我們跟他加過手了 照看, 應該山本的武功比江鐵山高 況且江鐵山還中了我的毒針 他的傷勢不是這麼好嗎? 照看打起來, 應該山本一定贏 是, 紀先生, 李先生找山本不做甚麼事 李先生的意思是希望能夠拉攏山本 為我們藍刀會效力 我看不太容易 因為這個人也挺高好下的 這層你不用擔心, 我們才有辦法 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甚麼李先生是要拉攏這個東洋鬼 這個東洋鬼一向都是狂妄自大 目中無人 我們藍刀會的政策 就是希望多一個朋友好過多一個敵人 況且山本的武功還這麼高 這件事我們馬上通知李先生才行 是, 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 江先生 山本先生 請出手 我一定會全力以赴 你千萬別留手 好, 不要多說 文英 好 好, 走 人皆敬呼 人皆赞叹 人皆赞叹 人怀满身事胆 何必劝我不要招麻烦 明知我要闯惯 为心所知 为心欠污 难阳满孤为患 眼莫闻似去那是患 魂离难说断战 若日后大家再见面